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村里人路过发现 立即大声喊我 并帮忙把人送到医院 我们一秒都没有耽误 罗明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儿子两口子在老家举行婚礼没几天 刚回城市上班 接到电话只好马上回来 给罗明操办完后事 我三魂只剩了一魂 心里一个就琢磨 好好的一个人才52 身体倍儿棒 一年到头都不感冒 怎么吃顿饭功夫 说没就没了 老伴老伴 老来有个伴 自己还没老 却把伴丢了 我接受不了现实 时不时心里如祥林嫂那样后悔不迭 缝人就说 出去拔几根草就走了 要知道我就不让她去了 想起来就哭 谁劝我也劝不住 儿子儿媳怕我在家独木私人不好受 让我跟他们去住一段 好换个环境 转移一下注意力 罗明走了 儿子两口子是我最亲的人 当他们的转转也好 否则整天一个人在家 快变郁闷了 我正收拾东西 小树子罗亮 文讯西装笔挺过来 让我走 最好把婆婆戴上 因为再过三天 轮到我们赡养了 这段时间满脑都是罗明 吃不好睡不好 每天靠出一片输楼庵 才能打个盹 我竟把婆婆该搬家的事忘了 罗明和罗亮兄弟 二人分家时 讲好轮流给老人养老 每家养一年 罗明不在了还有我 我会赡养婆婆 但问题是 带着72岁的婆婆走不太现实 儿子房子小 住不下我们三代人 儿子哀求罗亮 能不能多养婆婆一段时间 他按天给工钱都可以 罗亮阴着脸 说自己伺候一年也很累 坚持丁是丁 某是某 一点不考虑我刚刚丧父 心情不好 他的心思我明白 是怕我走了就不回来了 养儿防老 我会择无旁贷替罗明尽孝 罗亮所以为人心寒 我和罗明共同上学 带他娶妻成家 没想到他一点不念及手足之情 公公婆婆有三个孩子 老公罗明是老大 小姑子罗亮是老二 小叔子罗亮是老三 罗明初中毕业时 公公跟村里 要了紧挨着的两所宅基地 一鼓作气 把两个儿子婚房都改好 我嫁过来时 罗亮刚上初一 随后不久 罗亮嫁人离开 按村宿 结婚就该分家出去令国 可公公婆婆 年轻时劳累 过度留下病根 没办法 我们只能在一口锅里吃饭 罗亮学习好 中高考上县里师范中专 我和罗明辛苦打工挣钱 供他到毕业分配工作 婚事也是我们出钱给操办的 吃了八年大锅饭 可以说是我和罗明供养罗亮 他婚后半年 公公才把分家提上日常 公公请来村干部做公正人 罗亮也被叫过来列席 分家单上 写好两所宅子 谁住得归谁 兄弟二人轮班给父母养老 轮到谁家住谁家 原则上每年一家 是具体情况可协商 嫁出去闺女泼出去的水 罗亮既不分爹娘财产也不给养老 这是自古的稀俗 公公前几年去世 婆婆还是轮班每家住一年 这么多年相安无事 难成想 清歌尸骨未寒 罗亮就对我这个亲嫂 不讲一点情面 完全是一只白眼狼 我只好留下来 婆婆白发人送黑发人 老年丧子 我们中年丧夫 我们一对怨妇婆媳 断肠人欲断肠人 终日以泪洗面 好在罗彦时常过来 说些宽心话 罗亮两口子都在村后小学教书 前几年在镇里买了楼房 所以他们有两个家 中午吃饭休息到老宅平房 下午下班回楼房住 二人把自己生活安排得挺美 凄惨的是婆婆 轮到他们赡养 就把老太太一个人扔平房 嘴上说婆婆腿风湿上下楼不方便 实际是闲脏 怕她把新房给霍霍了 两口子中午过来做饭 做一次足够让婆婆吃三顿 赶上刮风下雨 打电话求我给送饭 兄妹三人中 罗亮经济条件最好 两口子都是铁饭碗 有房有车 只是凡事都爱计算 罗明去世后 婆婆身体大不如从前 打针吃药去医院是常识 小病 我去村头卫生所 把大夫叫过来 大病 叫罗亮开车送去县医院 不麻烦的是婆婆手里有钱 看病前自己掏 否则 罗亮准和我把各种开销算清楚 一分一毛平谈 一晃一年过去了 该罗亮照顾婆婆了 她却说 婆婆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一口气照顾一年时间太长 改成三个月以还班 这事 罗亮见我一年 总给婆婆找大夫跑医院 又玩起心眼 怕老太太中途去世 她吃亏 看婆婆身体 却是不太乐观 问题是四个月后 儿媳妇预产期 我作为婆婆 哪有不过去伺候月子的道理 便以商量口吻说 能不能晚一年 或改成半年 没等我说完 罗亮跟吃了枪药一样 往外扔大道理 一年半年 妈说不定哪天就走了 你不就是不想尽孝吗 他们夫妻每天只给婆婆弄口饭吃 扔家里将就饿不死 现在竟有脸皮 拿尽孝帽子指责我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但不孝的大帽子 谁都扛不住 儿媳妇听我解释后 让我在家放心照顾婆婆 她那边到时候有她妈 让我别担心 三个月后 婆婆到我班时 手脚支架老长 缝里都是泥 手和脖子上 皱得掉渣 整个人像从土里刚跑出来的 我烧两大锅开水 忙一下午 才算把老太太洗出本来面目 婆婆因风湿行动 越来越不方便 可头脑一点不糊涂 儿子第一时间 把宝宝出生的视频 发给我看 我给婆婆看 告诉她有虫孙子了 当祖奶奶见四辈人了 婆婆看着孩子粉嘟嘟可爱样 长寿眉弯成了标准的八字 此每天看宝宝视频 成了我们婆媳最大的乐趣 儿媳妇说过 百岁时带孩子回来 婆婆听到后 便心心念念盼着等着 说到时候好宝宝成孙子 给她一个大红包 可惜没有等到 我们婆媳睡东屋大扛 婆婆每天早晨五点 可谈相当于闹钟 一天睁眼后 总没有动静 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 吸上心头 我立即翻身 爬过去用手摸 老太太全身冰凉 不知何时走的 但满脸安详 手里拿着那张 不离身的银行卡 尽管没等到重孙子 婆婆也算多长所缘 因为她跟我说过多次 走的时候 最好在我这儿月儿走 否则孤零零的 和美儿美女一样 我以为给婆婆办完丧事 将那张银行卡里的钱 和罗链二一 天作五 从此再无任何瓜葛 结果 见到出轰动 十里八乡的热点事件 让我比斗鹅还冤 婆婆那张银行卡 是村里有土地修高速 被征用时统一发的 一个户口本 对应一张银行卡 每年准时网卡里 征地打补贴款 之所以有这张银行卡 是分家时 我们顺便申请分户 户口本一个变三个 我们一个 罗亮他们一个 公共婆婆老两口一个 结果歪打正着 有了这笔收入的婆婆 买东西看病 没找儿女要过钱 到现在 卡里已经攒了十多万 罗铭在世时 见罗亮晚上 把婆婆一个人扔平房 显然她一直跟我们住 但怕罗亮误会 我们图谋这笔钱 考虑再三没敢提 只好每晚睡前 过去看看 婆婆生前 没交代钱成了遗产 全家坐下来 讨论怎么处理 罗亮说 村里历来没有儿媳妇 继承婆婆遗产的 钱都是她的 厚颜无耻 我这个半温盲 都气得差点脱口而出 一个成语 罗亮嘴皮 一碰下嘴皮 说得轻巧 可论孝心 我比她多多了 而且婆婆最后 还是在我屋走的 在我院里 搭领棚办后事 我孝敬婆婆 有目共睹 除了从头到脚 收拾得干干净净利索 还专门买一个轮椅 推她出去流弯 赏养的时候 怎么省心怎么来 分遗产去想独吞 没有这么欺负人的 老话说 扫大为母 小叔子是二 我不强求罗亮像儿子一样对待我 但也不能这样处处算计我 不争馒头争口气 我坚持一人一半 谁都不让步 村里调解不了 最后只好走法律程序 法律解释说 对继承人以外的人 倘若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 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财产 这么专业字眼搞得我头大 反复解释才明白 继承人以外的人 是只见到善养和义务 其他家庭成员 如儿媳妇或者女婿 罗亮是婆婆法律上的继承人 我 寡妇媳妇 属于其他家庭成员之列 我尽心尽力伺候婆婆 给适当财产 究竟是多少财产 有适当财产 是不是就有适当孝顺呢 没有人回答我问题 而媳妇继承婆婆遗产 是不合风俗 法律又解释得很含糊 我是村里工人的好儿媳 凭什么就该憋屈吃亏 我不服判决 没想到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县里派人到村里房屋确权 小道消息说要揣迁分楼房 各家拿着户口本 身份证去村屋办手续 工作人员却告知 必须拿老房证来 老房证多是各家老人名字 老人去世的 要作为遗产处理 所有子女必须到场 谁住的房归谁 前提是其他人 签字放弃继承权 嫁出去的闺女 也要到场签字 因为民法典 说他们有继承权 两所宅子的老房证 都是公共名字 罗亮撇着嘴说 现在都是遗产 他是第一继承人 全是他的 谁都知道 房子是分家分的 罗亮这是明抢吗 我和他当众大吵起来 工作人员按制度办事 有争议 让我们自己协商解决 罗亮拿着法律条文 一条条跟我较真 我一个半文盲妇女 哪里能够过 他西服比挺的文化人 一个是亲弟弟 一个是亲草子 帮这个就得罪那个 罗亮一直冷眼旁观 罗亮和我争执 同时声明 放弃所有集成权 实际他不放弃也不行 和我一样受习俗影响 外嫁女想分父母遗产 不可能 罗亮想置身事外 可作为当事人 不想躲就能躲开的 我和罗亮闹起来 他就得喊过来当证明人 证明房子分家分的 证明我孝敬老的 抚养小的 闹得最凶一次 罗亮撇齿拉嘴 说找谁证明都没用 根据法令 房子和钱都是他的 说完扭身就走 人不伤心不落泪 谁愿堂钱泪悲催 结婚三十年 在婆家当牛坐马 尽心尽力去唠这种结局 我不禁当间失声痛哭 罗明 你个死鬼 你为什么早死 为什么不把我一块带走 生生都是堆积的委屈 谁替我说一句公道话 真的没有人替我说句话 就连亲眼目睹过往的罗亮都是 来了不哼不哈 不表态 就是在帮罗亮 见我发出灵魂拷问 他也扭声就走 人家是亲姐弟 寡妇嫂子究竟是外人 我仰天悲鸣 自己心里好委屈啊 最后是几个邻居 把我扶起来送回家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在沙发上睡着了 半夜在心中 凄苦着醒来 看时间 见手机有多条未接信息 点进去 有铺天盖地有关我的议论 我忽然想到 一个能为我做主的地方 罗亮的上级主管部门 于是冰柜神速 天一亮就动身赶过去 挂在一楼大厅的领导分工事一图 让我顺利找到一把手的办公室 进去告诉他 我就是网上那个受害者 你下属丧尽天良管不管 罗亮跟我争家产 有理有据不违法 但违背公序良俗 更违背教书与人 引领的道德操守 所以 有不少人在网上声讨他 面对强大的舆论 引导让我回家等消息 他马上下去调查清楚 绝不会姑息这种害群之马 第二天大清早 有人啪啪啪打院门 我打开一看 是罗亮带着他老婆跪在门口 这次他一反常态 没穿西服 大两天光宝子 后背还背了两根玉米截子 不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我转身要关门 罗亮老婆起来 一把抵住门 带着哭腔说 嫂子 我们是真心给你道歉来了 原来 他们上级当天调查清楚 给出了处罚 将罗亮调到后勤岗位 到后勤 只有临近退休 或不称职的人才去 罗亮年幅力强 这等于宣告到了职场天花板 想重返异线岗位 就必须消除恶劣影响 待岗一年 但最后是否有机会 还要看考察情况和群众意见 公道在人心 不管是真心悔过 还是迫于无奈 罗亮终究是俩磕头认错了 得让人出且让人 我答应了 给写书面原谅证明要求 希望他好自为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书名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问你 你永远不会孤单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